欢迎收看6月24号星期一的大爱早安新闻 今天是农历的5月19 首先要带大家来掌握天气状况 梅雨季结束进入典型的夏季气候 这几天高温炎热 今天太平洋高压的势力会稍稍减弱一些 但其实天气还是很热 要提醒午后雷震雨的范围扩大 中部以北 今天降雨的时间会拉长 雨是有机会延续到晚上 而未来这一个星期的天气 真的是时晴时雨 星期三开始高压的势力又会增强 而到了星期五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中南部地区有机会下零星的短暂震雨 而今天全台各地的高温普遍落在33到36度 建议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 同时要多多补充水分 另外还有一起地震的消息 要提供给大家 昨天晚间10点27分 花莲近海发生了一起规模5.4的地震 深度17公里 镇央是位在花莲县政府南方18.3公里 最大震度花莲县以及南投县分别是四级 好再来看到的是跟癌症治疗相关的讯息 化疗的辛苦以及副作用 往往让许多的癌友却步心生恐惧 其实现在透过中西医合并治疗的方式 可以减缓化疗过程的不舒服 甚至手麻神经痛透过针灸也可以改善 一位大肠癌患者就现身说法 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一名65岁妇人罹患大肠癌 手术的副作用影响生活机能 无法下床 持续化疗同时 她也寻求中医协助 包括肺部的肿瘤的一个转移的切除 肝脏肿瘤的电烧 然后或是整个肚子投开 做温热疗法 这段时间其实都让她非常痛苦 那时候我们透过会诊的方式 然后我们去看她 然后给她开了水药之后 她体能就马上就恢复很多 可以顺利出院 台湾一年约有6000人死于大肠癌 是十大癌症死因第三名 化疗副作用多 呕吐 疲倦 白血球下降都是常见症状 中医师公会提倡 使用中西整合治疗 减缓不适 尤其像是很多 做了化疗以后 会神经病变 神经痛症 手脚麻 正用针灸来治疗以后 这个症状都会缓解 当然最重要 中医介入会减少你很多的病化症 就是副作用 你的一些 那些不舒服的症状 是可以改善的 大肠癌的病人 经过手术化疗之后 如果有接受中医的治疗 那可以提高它的存活率30% 中西核疗加强照顾患者疗程 有效提高免疫力 降低复发率 而排便习惯改变 出血都是大肠癌征兆 建议民众还是要注意身体状况 及时就医 大爱新闻 潘冠玲 徐英豪台北报导 包住落后国家改善用水品质 曾经与慈济签订合作备忘录的台水公司 分享了透过慢绿池的技术 要在非洲的莫三比克这些国家率先示范 希望让民众能够有干净的水可以用 目前在台湾的慈济苗栗园区 就有一座慢绿池 以自然生态工法效果显著 慈济苗栗园区这座慢绿池 由慈济之工与台水公司合作打造 以自然生态工法清净水池 那时候的大航感绿有7700多池 每100池池里面 那经过我们的那个过滤 慢绿池之后剩下15池 加了那个那个UV灯光之后 它已经完全都测不出来了 成功经验率先复制到莫三比克库拉大爱村 由慈济之工在当地兴建 预计做两座 那这个慢绿池可以有175户 875位灾民可以用这个水 都不用这倒很深的井 在一些比较不是开发很发达的国家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地方 台水公司与慈济落实签署的合作备忘录 透过技术分享 一同为落后地区民众用水品质来努力 他们累积在国内的重大灾害 在高浊度的这个水源化 如何来处理 有的资源人力大家一起来协助 艰苦之福 比起落后地区 台湾民众用水相对便利 须知每一滴水都得来不易 让人人知道有这样的观念 人人互相来宣导 台湾的水水电金锈 所以大家不知道它是可贵的 所以现在需要的就是要教育 水资源珍贵无比 国人用水无余 向人期许大家更要习福 节约用水 大爱新闻张国端欧阳光辉台中报道 至于刺激人在墨三比克 不仅要打造干净的水池 还陆陆续续援建了学校 以及大爱村 让当地居民从茅草屋 搬进有窗有门 有厕所马桶的居住环境 就连墨三比克的总统 都清零见证 本身荒芜一片的大地 现在蓝顶白屋 比零而立 人身顶费 处处充满神机 这是410家 是一部分的最大的項目 我們提供的挑戰 今天我們要承諾 您的高誠意 梅圖希拉村的舊址 緊鄰河邊 位處低窪 2019年一代風災 多處家園被移為平地 此期與政府簽署合作備忘錄 規劃將村民往高地移居 但歷經了新冠疫情和風災 研製2022年4月動土 一年不到 首批大愛屋移郊 今年6月 總統特地來見證 最後一批215戶的移郊儀式 這也是此季第一個 全樹完工的大愛村 再來一次 總統說 我們要求責任職 我們要求責任職 他們有些小的事情 但他們是非常大 為家家的生命 村民們從茅草屋 搬到有窗有門的水泥屋 屋裡的家具齊全 尤其家家戶戶都有廁所 過去被列為需要援助的重災區 已經有志工262人 能夠彼此互助 不再是受難之地 這裡有愛有福 持續擴大 看得見希望 接下來歷史今天的單元 要帶大家回顧 6月24號的這一天 2006年6月24號 洪都拉斯大愛村啟用 上千人歡天喜地 因為有了大愛屋 能安身立命 2011年水災 重創洪都拉斯 此季與秋氏 結下原建之情 原本的荒地 洞洞建築拔地而起 原來這邊都是荒地的 從開始到現在 大概是6個月 每戶送上環保爐灶和綠水器 248戶大愛屋 居民入住後 終於拋去水患陰霾 安居樂業 2013年6月24號 星巴威 簡易復健市 堅固的房 簡易的床 復健市正式啟用 這裡成了貧困家庭的一道光 6歲的一般領養 來的時候只能爬 如今 雙手雙腳按摩 讓貧困者透過復健訓練 促進神經傳導 恢復肢體功能 對 因為它是蠕 不是魔術的 不是魔術的 每週三天培訓本地 志工有一屆之長 為貧困軍民提供服務 7月 復健市擴大經營 開始提供熱食 10月 開招絕景 11月 水井啟用 復健中心的這一口井 手動的井 剛剛現在已經完成 也會更乾淨 圍著水井 手舞足道 此季找了井 水桶排長榮 乾淨水就像地底下 湧出的禮物 再也不用擔心 喝污水引發傳染病 得來不易的水源 能改善生活 滴滴都珍貴 1989年6月24號 此季 脊髓損傷 聯誼會成立 上人親自前往 花蓮城街院 地下室活動中新參與 同時勉勵 脊髓損傷病友 強調身體殘缺 不適苦 期盼能堅強重建美好人生 73位花東病友 與花蓮瓷院復健科 古科 社會服務士 共同發起 將東部地區 脊髓損傷者聚集在一起 強化身心復健 協助資歷更生 今天的早安慈激情 要帶大家認識一位 杰出女青年 她的名字叫楊怡婷 她是愛女孩國際關懷協會的 創辦人 這將近十年的時間 她的團隊伸入到非洲 像是烏干達肯亞這些國家 要翻轉貧窮女孩的人生 最近這一次在肯亞的關懷行動 則是跟慈激合作 幫助水患災民 能夠領到生活物資 現在我們就邀請到怡婷 來跟大愛新聞的觀眾朋友 好好聊一聊 怡婷好 嗨 大家好 大家早安 怡婷 我知道您是不是 剛剛從非洲回來不久 可不可以一開始跟我們聊一下 這一次在肯亞的水患災區 看到的現況是如何 我大概十天前 剛從肯亞的西部 Kwanzaa地區回來 那這次Kwanzaa地區 也是我們和慈激這邊合作 發放一千戶 這個災民包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 過去的大水到現在 幾乎是已經消退 但是小部分的地區 還是呈現的 就是泡在水裡的狀況 所以一些居民是徒步涉水 來到我們慈激這邊 發放的地區 然後甚至有些是搭船舶來的 那現場的狀況呢 就比想像的還要糟糕 所以我們這些志工 過去的時候都還蠻訝異 然後也非常感謝 慈激這邊動員的快速 讓我們在短短兩個禮拜 就可以發放將近一千戶的 這些居民需要的食物包 那將近有七千位的人民 都獲得這樣子的援助 是 所以我們這個 領到生活物資裡頭 包括了哪些東西 整個發放的過程很順利嗎 可以對災民來說 他們大概可以維持多久的生活 我們發放的內容 非常非常豐富 那這些物資也是 非常感謝慈激過去的經驗分享 我們發放了當地的主食玉米粉 那將近30公斤 那除了玉米粉主食之外 我們也發了大米10公斤 豆子30公斤 這些主要的物資能夠讓一戶 五口人可以有一個月的生活使用 那除了食物之外 除了食物茶葉這些之外呢 日常用品包含牙刷 牙膏 蚊帳 甚至是毛毯 因為當地的氣候 它是屬於高原氣候 非常非常的涼爽 到晚間的時候 甚至可能會到13度 在框札這個地區 因為海拔較高 那個毛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物資 那慈激這邊也非常的 非常的開心 有這樣子的機會 可以一起合作 然後將這些重要的物資 可以送到這些需要的居民手上 是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畫面 那個災民把這個物資 扛在那個肩上 那個臉上是露出真誠的笑容 因為一解他們的燃眉之急 這樣的物資可以至少 一戶可以一個月的時間生活 那麼我們知道怡婷是創立了 這個愛女孩組織 2015年成立到現在 算一算差不多快10年的時間了 在非洲長期進行關懷行動 也跟慈激有合作 據說這一次您剛剛有提到是 兩個星期就完成了 所謂的發放的作業 非常不容易 你們是怎麼辦到的呢 我們雖然愛女孩協會的總部 是在烏干達這邊 那肯亞是烏干達的鄰國 然後距離是大概15個小時的車程 那由於過去我們愛女孩 曾經在這個烏干達 肯亞的西部這邊 也有進行一些計畫 所以透過這一次的機會 我們發現那個距離 跟我們認識的夥伴們 NGO都還蠻近的 所以我們就透過這樣子的連結 然後過往NGO 然後還有相關的志工 大家非常有意願來協助 這樣子的一個發放計畫 所以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 也是透過這樣過去的連結 然後一起就是在當地 不管是詢問採購 然後甚至是到物資的發放分裝 那這些都非常感謝過去的連結啦 有這樣的信任 然後大家願意一起做這件事情的心 讓這件事情促成起來的 是的確 所以就是彼此信任 大家一起攜手來行善 那當然怡婷的故事 其實激勵了很多年輕人 我們就想了解一下 當初你成立這個愛女孩的初心是什麼 姻緣是什麼 那個姻緣真的是一個好奇心 覺得我想要知道 是不是非洲跟我們在媒體上面看到的一樣呢 所以那時候剛好還是學生 所以時間比較寬裕 有一個機會 姻緣就飛到了這個 肯亞跟烏干達的邊界 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 原來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那沒想到在這個物資 我們當時做的學校發放的過程中 我發現一些女孩子竟然因為生理上 遇到一些問題沒有辦法上學 那同為女生的我當下 當然覺得怎麼會這麼的 哇不一樣 然後我從來不會因為這樣子 生涯受到影響 所以這整個記憶非常的深刻 那一直延續到現在 我們提供婦女一些生活上的需求 然後提供她們 即職訓練 非常非常 這些過程實在也 太不容易了 很難簡短的敘述 對 所以非常感謝很多人的一起加入 是 所以走過了快十年 未來的計畫是什麼呢 我們從一開始只是比較單純物資發放 這個比較即時的這種短期援助計畫 到我們未來 以及現在一直轉變的過程 就是永續 永續發展可以讓在地的居民自力更生 然後進而就是不用一直在依賴外援 所以這是我們在不管是 技職培訓之外 連結市場 甚至是教導他們一些商業的知識 那串聯 甚至是這個交通上的需要 需要讓他們可以將不管是自己的產品 甚至是農作物 可以從農村 然後到市區這段距離 都由我們這邊補足 所以當然最最終的期望就是 我們是離開當地 因為由當地的青年接手 甚至是當地的居民站起來 變成自己能夠自立的一個組織 這樣 太棒了 所以非常感恩怡婷 今天跟我們分享 也期待在非洲能夠看見 更多善的力量 發芽茁壯 影響更多人 投入這個行善助人的行列 感恩怡婷 感恩 感謝 感恩 謝謝 好的 除了看到是在非洲的援助行動 再來看到的是在美國的密西根州西南部 日前遭受到龍捲風的侵襲 此季與紅十字會合作 到拖車住宅區進行了勘災發放 不少災民表示感受到這份溫暖與愛 讓他充滿感激 也想要為別人多做一點事 龍捲風很掃密西根州 沒有地下室和結構弱的拖車住宅區損壞嚴重 抵特律慈濟之工與跨州來協助的 芝加哥慈系人合作 在西南部卡拉媽祖縣舉辦發放 我們都是生長在同一個州的居民 所以會比較感覺到 就是有鄰居家發生事情的一種擔心的 有了這份援助 居民的生活燃起希望 有些人在賬金 我們不能夠費用的 我沒有想知道 我可以當作出那個門口 我可以現在 我失去所有的物件 所以基本上 我給了一個支付是一個測試 所以我給了一個好東西 所以我給了一個好東西 我給了一個好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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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去抱住 和祝福大家 因為我這麼幸福 我給了一個好東西 我給了一個好東西 比我現在做的更多 志工同理心的聆聽 和實際的幫助 期待36個家庭 儘快走出困境 大愛新聞之身 美志工戴上宇 美國報導 再把鏡頭轉回到台灣 來看到用愛灌溉 年輕孩子的心靈 新北市共僚區 有一所中途學校 舉辦另類的畢業典禮 食農教育課 學生食季夏天耕種 從插秧 施肥到收割 全程參與 收割的時候是第一次 所以很緊張 然後也會害怕 那個泥土的感覺 但是後來就不習慣 我覺得插秧很難 因為要排很直一條線 然後間隔也要取得剛剛好 不然它會長不出來 這讓我會增加一些 比較特別的回憶 就是像是別人 都不會有這種體驗 一年多前 張同學被轉介到封珠國中 學校舉辦畢業歡送會 是陰陽人士的父親 靠手機語音轉文字軟件 更清楚地瞭解到女兒的轉變 封珠中學是一所中途學校 校長帶著孩子走出了校門 活出了另一種風采 不只是風珠 所有的孩子都應該享有 享有這樣一份貼近土地 尊敬大自然 然後親手去做的那個能力 去體會 去感動 去流汗 去珍惜 我喜歡攀岩 可以就是練那個力氣 不然就是 就是可以讓自己思考的邏輯 就是想要抓哪裡 要抓哪裡 要踩那邊 一路支持陪伴孩子成長的 還有前基隆室教育處長 紅人校長 應該是最不像校長的一個校長 他很像一個媽媽 也像一個爹地 那在這個整個帶領之下 其實封珠的孩子更有自信了 因為引進外面更多的資源 在學校裡面也包括有養雞 也包括一些相關生命的一個意義 然後最重要的是帶孩子走出去 帶著自信 勇往向前 讓孩子邁向人生另一個階段 勇氣倍增 帶新聞真正美志工 連瑞陽 游錫章 莊豐村 曾惠慈 台北報導 今天的國際關鍵字 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奧運村無冷氣 這是怎麼回事 運動賽事現在也要響應減碳 這一屆在巴黎所舉行的奧運 在選手村的部分 主辦單位表示不會裝空調 而是透過減少 直接日照 以及抽取地下水來為室內降溫 巴黎奧運即將在下月揭幕 為了立下環保典範 主辦單位希望將碳足跡 減少到2012倫敦奧運 及2016里悅奧運的一半 選手村更號稱不用冷氣 也能保持涼爽 巴黎在8月初的平均氣溫為 攝氏26度 透過埋在地板下的冷卻管 選手村室溫 可以保持在攝氏23到26度間 房間裡也都會配備電風扇 不過環保美意卻遭到質疑 包括美國 澳洲 德國等國代表隊 都說為了選手的表現 打算自備空調 這是一個大量的工程 但是我們在看 保持電風扇的 選手們要選擇 如果它變暖 如果它會舒服 不過巴黎市長表示 為了讓選手村貫徹有趣理念 希望各國代表隊都能相信科學 當然新聞綜合編譯 雖然最後再次提醒大家外出 多多補充水分 同時防範午後的大雷雨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大愛早安新聞 感謝您收看 我們明天再會